真正的高手都是在用别人的钱赚钱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个案例一定会颠覆你的认知 如果一遍看不懂就多看几遍 有一个王总身上只有几万元就整合了几十家酒吧 KTV会所一年时间总资产达到7个亿 他是如何做到的 有一天王总在逛街的时候 他无意中看到一家酒吧要转让 于是他思考了一番设计了一个很牛的商业模式 王总找到酒吧老板问多少钱转让 老板说一百万 王总听了假装吓一跳 很惊讶地看着他 我没听错吧 才一百万 这么好的酒吧装修都花好几百万了 我不能给你一百万 我要给你两百万 然后这家店还要给你保留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亏了算我的 赚钱一起分 各位如果是你 你干不干 当然干了 酒吧老板激动地握着他的手说 大哥你是财大气粗 都听你的 王总说 只要你答应我两个条件 我就立刻签合同 酒吧老板说 别说两个条件 一百个条件 我都答应 王总说 第一 从明天开始 所有营业额归我 当然了 钱先放在公帐上 等我把二百万给了你 这些营业额就真的归我了 老板说 什么明天就今天开始 所有营业额都归你 王总接着说 第二 给我十五天时间 把老顾客请过来 我来认识一下 顺便交交朋友 每天接待一百人左右 来的人吃喝 所产生的费用 全记在我帐上 酒吧老板一听 连忙答应 然后两个人签了一份协议 酒吧老板本来转让了很久 没人接 现在突然来了一个大哥 可把他给了坏了 然后安排酒吧的总经理 和相关工作人员 让他们通通听王总的安排 然后自己等着收他的二百万 在王总经期安排下 酒吧全体配合 王总开始邀请老客户 免费吃喝 不但百吃百喝 临走时还送一份价值998的礼品 各位如果你是老顾客 有这样好的事 你去不去肯定去了 当天来了三百多人 现场爆满 在狂欢畅饮之后 王总开始出来讲话了 在下是王某人 从今天开始 这家酒店 我是老板 原来的老板 还是这里的股东 所以请大家多多关照 白吃白喝的顾客一听 原来王老板是这么大方的人 顿时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掌声 王总接着说 我公司今天有三大礼物 送给现场的每一位朋友 现场一听 有东西要送 顿时大家竖起耳朵 仔细地听 王总说 第一个礼物 是只要当场预存两万块 就送你两万块钱的红酒 你可以把红酒送给别人 或者是送亲戚送朋友 想留着自己喝也行 第二个礼物 是在送给你三万块的消费券 大家都是有身份的人 平时需要应酬 刚好可以消费 第三个礼物 在送给你酒吧价值 两万块钱的股份 第一年你如果退出 你喝的酒白喝送的酒白送 你要退股的话 两万块钱一分钱不少 如果你不退股 继续跟着我们干 第二年可以拿到2.5万 第三年拿到5万 所有人一听 顿时哗然 然后王总又说 只限现场的人 明天立刻涨价到2.5万 今天现场交两万 就可以拥有三大礼物 所以各位朋友 如果你在现场 你会不会心动 事实证明 现场50%以上的人 立刻就要加入刷卡签约 场面一片火爆 因为在酒精的麻醉下 加上现场的灯光 音乐 跳舞美女的气氛 更重要的是 他们本身就有需求 而且今天有这么多的优惠 一年里就可以在酒吧 消费三万块 而且还可以领走2万块钱的红酒 并且还有股份 还可以自由退股 没有任何损失 以后再来这家酒吧 喝酒就有面子 就可以拍着自己的胸口说 我是这家酒吧的股东 因此大家争先恐后的签约缴费 有的自己交钱一起来 有不消费的还要被骂 怎么了 你这是几个意思 难道今后你打算给我白吃白喝 你也得买一起买 你想江湖上的人都讲一气 有的人本来就很多应酬 觉得一份不够买两份 再不够就买三份 还有人买了十份八份股份 自己留着红酒送人 消费券用来招待顾客 招待自己的客户 将来股份还可以退回来 这样自己白减了一个大大的便宜 当天就销售了两百份 每份两万块 各位一共多少钱 四百万 原来的酒吧老板都傻眼了 还可以这样没见过 今天开了眼界 当天 王总给了原来酒吧老板 两百万的转让费 拍拍原来酒吧老板的肩膀说 兄弟 这里面还有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放心 跟着我干 街后吃香的喝辣的 各位这个案例讲到这里 我想问一下王总之前 有没有先给酒吧老板钱 没有吧 王总只是用了一套商业模式 轻松整合了酒吧老板 先去收客户的钱 用收到的钱 来支付给酒吧的转让费 这才是高手 接下来的十四天 王总用同样的商业模式进行招商 路眼一共做了七场 两天一场 累计营业额最后达到五千多万元 酒吧老板都傻眼了 做了二十年的酒吧 也没有挣到这么多钱 太神了 原来的酒吧老板不但开了眼界 而且自己还有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算下来也有一千万 这叫一个开心 王总紧接着如法炮制 用相同的方法 迅速整合了全市的酒吧KTV 总资本达到七亿 短时间成为当地的娱乐行业的龙头老大 有的人想创业 总给自己找借口 我没有钱 怎么做生意 谁说做生意一定要自己投资 谁说做买卖一定要有本钱 王总也没有钱做生意 把别人现有的公司整合过来运营 就可以了 现在是产能过剩的时代 你想要的任何公司和任何产品全都有了 只要你拥有最顶尖 最先进的运作模式 你就可以在任何地区整合任何行业 正所谓是天下万物 不为我所有 但为我所用 你学会了吗 关注我 带你了解更多关于财富的